美食带您进入小厨三女推介系列 这个冬菇干烧衣面 那真的是很多香港人儿时一段美好的回忆 首先呢我们要先问煮好 然后把它炒干 这样做呢味道才更好吃更鲜美 简单易做而且呢味道超赞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所需要的食材啊 我们需要衣面冬菇葱酒黄 还有白糖油蚝油以及细盐 那我们呢先要把冬菇处理一下 这个冬菇呢我们把它洗干净 把水分呢控出来 洗干净以后呢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小碗中 然后我们加入四分之一茶匙的白糖 还加入一茶匙的油 然后呢我们要倒入一些清水 没过它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加上盖 加上盖在室内浸泡过夜 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用了 我们看一下第二天的时候啊冬菇就已经泡软了 我们用剪子呢把这个冬菇的地把它剪干净 然后呢我们轻轻的擦一下冬菇的水分把它切成丝备用 我们呢准备两个小葱哈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呢把它切成1.5寸长的段留着备用 我们取一个锅把它放入一半的水 把它烧开了以后加入两个小衣面 然后呢我们用筷子呢在热水中呢把它打散 然后在水中煮一煮 煮上一分钟 然后我们就取出来放到这个漏网框里边 拎干水分 这时候啊我们取个平底锅把它烧热 加上一汤匙的油 把这个冬菇丝呢把它炒香 好我们用筷子给它翻炒一下 把它炒出香味来 还释放出冬菇的香味来 然后我们就把它加入一杯半的这样进冬菇的那个水 我们泡冬菇那个水都流着呢 把它加进去 对然后放上点蚝油 1.5汤匙就可以了 这个调料哈 好翻炒加盖 转成中火 再煮上几分钟 大概煮了五分钟呢 我们就加入令干水的这个衣面就可以了 放里边开始炒 把衣面放里面炒 我们就拿这筷子慢慢的给它搅动一下 我们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哈 你可以加入一些什么虾呀 肉丝啊 看你喜欢什么食材 你都可以加作为辅料嘛 好这样翻炒 我们要把它炒到干 就是炒干了那个汁啊 能收起来 这时候我们试一下味道 可以根据你的口味的咸淡 加入点盐 好再给它翻炒均匀 大概在里边炒了一分半钟吧 它就比较入味了 好把这个汤汁呢 都把它 还让它炒到这个面里边 这个面的味道才更加的鲜美哈 炒干了 它就好吃了 如果你看这水汁 还有水汁 你就多炒一会儿 好你看一下 现在已经炒干了 锅底已经没有水了 我们在这个炒这过程中 你要用大火 这样才把那个汤能给它烤干啊 开始炒到现在 我大概用了五六分钟吧 也就炒好了 好了关火 你看这会儿它余温 其实还是有一点水汽的 这没有关系 这时候我们把小葱段加进去 还有九黄段 就用这个余温呢 讲这个葱呢 给它就是热了 熟了也就差不多了 好了 简单易做的冬菇干烧衣面就做好了 非常的美味营养 而且呢关键是方便 我们上班族也非常适合这个 也不需要多少时间 你提前呢 我们家里有泡好的冬菇 随时都可以炒 好了 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了 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您订阅 点赞与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